為了慶祝香港回歸25周年 TVB特別推出15集連續劇《回歸》 郭晉安在劇中和周家樂 吳韋豪飾演父子關係 別以為戲女戲愛都是一位爸爸的他 演起這個角色就沒有難度 其實安仔和兩位後輩合作 並沒有想像中那麼容易 家樂和韋豪做過兒子 一個大兒子一個小兒子 說他們很小 我本身很小就生了他們 那就是要演這個父子的感覺 對我來說也很困難 是 因為其實他們都很大 他們本身都很成熟 他們不是說我家裡的兒子只有13歲 如果你譬如十歲八歲 我會容易處理到 那這次他們這麼成熟的時候 你是否要再演自己 更加再穩重一點這個感覺 沒有想過 我都是兄弟那樣做 好像朋友那樣 因為現實生活裏面 我和我兒子都是這樣的 尤其是他現在慢慢高 我搭著肩膀去街 都已經沒有父子 不是很強烈的感覺 還有現在的年輕人 我們不要再好像以前那樣 爸爸就要蹲起一個款 我們要讓他們去擴復自己的視野 去自己發揮空間 其實是很相似的 和我和家樂的在戲裡的感覺都是這樣的 至於陳家衛和馬冠東 就飾演安仔的養子養女 平日形象斯文的東東 這次演一位廚藝精湛的廚師 不知道他演得如何呢 之前食魯桑B做過是做砧板 是因為我刀工很厲害的 這個就是拿鑊鏟的 拿鑊鏟真的沒有試過 要拋鑊 那你本身煮東西吃 厲害嗎 不差 我自己吃得下的 是 但是你是不是真的在家裡練那個拋鑊 拋鑊來講 都可以的 是有一點點碎飛了出來 哦 那也應該應付到這個 OK的應該可以的 不過好像劇本不需要我拍 那我就是說我的爸爸還是媽媽 總之我父母就比較早小一點 然後我也是被郭章湯收養回來的養女 那我在戲裡面 我和周家樂之間的 和一群年輕人的互動 或者課發會多一點點 那我就好像萬千寵愛了一生的養女 哦 但是我經常跟著哥哥這樣 煞煞滾的感覺